今天我们进行黄金十字战法的讲解 这种声明凡全体精神量学技术特讯班学员保证做到四不得四不要 不要代科理财不做资金的奴隶 不要借钱炒股要做市场的主人 不要收费建股不要走外面邪道 不要贬低他人任何人都是老师 凡掌听预报不能达到前实名者不要试盘 凡模拟炒股不能达到前实名者不要试盘 凡机讯课程中分析讲解案例不要试盘 凡石盘操作中发现成绩下降的标石盘 本教学视频设计的所有案例 均为解读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量学援助经典技术 案例均为花线练习使用 仅供教学使用不作为投资依据 严禁石盘盈亏自负 量学营奖堂讲师的全部量学技术基训课程 已经在中国版权中心登记备案 国座登字-2020-A-01049493 解读清华版量学援助 弘扬清华版量学原理 运用清华版量学技术 动态剖析量价背后装加国籍 所有截图按理均为历史数据 仅供参考 不作为来收益保障 国座风险 投资需谨慎 那么我们今天进行 伏击掌停的阶梯 黄金十字战法 这个黄金十字战法 它不是一种战术的战法 就是它和吉英次良不一样 它和康乔战法不一样 它和黄金线上杨盖音不一样 前面讲到的这些战法 它是落实到点的一个 真正买点的一个战法 就比如说黄金线上杨盖音 那么就杨盖音过云办 就是买点 比如说高亮战法 康乔战法 那么过顶 它就是买点 这种叫做战术的战法 那么黄金十字架 它更多的是 战略的一种战法 它更多的是用于研判 而并非直接去买入的 这么一个战法 比如说战略风 也就是我们讲的500里 那么战略风呢 它是不是一个战术的买点呢 它是 它跟高亮一样 它是战术买点 但是呢 它的研判意义要远远大于 它的买入的这个 作为买点的这个含义 对吧 就是说格局更大 用于研判 要多过用于成为一个单一的买点 那么这类战法呢 就称之为战略战法 而并非战术 战术是具体到哪一个点 我在那里买 这种叫战术 那么为什么称它为伏击掌停的阶梯呢 其实 如果说是老同学学习时间足够久 对于量学 对于股票的内在运行的逻辑和走势 有自己的认知 有一定认知的同学 那么都会明白 我们量学讲真底抬高 我们讲黄金阶梯 我们讲什么呢 讲这个重心上移 比如说在现场直编的途中 它的重心是上移 其实它们背后的原理都是共通的 APC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你现场直编 那不也是底底抬高吗 黄金阶梯 那不也是这个顶底互换底底抬高吗 普通的小阶梯 真底有抬高 那不也是一样的吗 所以这都是股票内在的原理 一个股票你想要涨 你本质上就是得越走越高 才能涨得上去 对吧 你如果越走越低或者一直走平 那这个票是涨不动的 所以黄金线也罢 黄金双线也罢 它都是多个组合组合在一起 其目的就是表述它的走势在逐步向上 它的底底在抬高 逐级抬高 仅此而已 那么黄金十字战法呢 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原理下面所诞生的一个特殊的形态 对吧 就是顶底互换 一路顶底互换向上走 形成什么呢 形成一个 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十字架 那么有十字架的票就要比没有十字架的票要强 最弱的票是C这种票 就是只有真底抬高 并没有顶顶互换 只有底底抬高 没有过顶黄金柱 那没有过顶黄金柱上阶梯的票 这是最弱的 第二种比较好的是出现黄金阶梯的票 并且伴随有过顶黄金柱的票 第三种就是黄金十字架的票 那么第三种呢 是建立在第二种基础上的升级版本 对吧 就叫B plus 对吧 你第二种只是有一个过顶黄金柱 支撑一级一级台铁往上走 我现在第三种来了之后 我除了有过顶黄金柱之外 我还在你每一个过顶黄金柱的右边 都形成一个回踩的确认 然后再向上 所以呢 它就比它更好 仅此而已 这个就是整个黄金十字的一个原理和逻辑 但是它表达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这个死学战法 一定要去领悟它的含义 它的优劣 从中呢 去选择最好的 做为什么呢 作为我们日常研判 或者说是使用的这么一个战法 学习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学完 学完以后 再什么呢 再开始做减法 寻找其中最好的 最简单 最高效 最直接的方法 然后去实验 去反复的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每一个战法都用的出神入法 没有意义 要专注 但是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你必须把每个战法都搞懂 就这么回事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黄金十字战法 它是一种战略 而不是买点 买点是阳盖音 买点是过顶 股票的买卖买点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触底之后的阳盖音 一个是触底之后的阳盖音 另外一个买点就是等到下一级平衡线触发 也就是叫过顶 所以买卖 这个买点就两个 要么就在这买 要么就在那买 至于这个中间 除非它中间有新的东西 比如说有康桥 那么再去考虑 如果没有 那就没有第三个买点 那中间即便出现康桥 它本质上也是一个过顶的买点呀 只是说它的级别更小一点 仅此而已 清楚理解打个一 对吧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战法 买那个战法 没有股票的买点就两个 触底 杨盖音 要么过顶 就这两个 好吧 那么黄金十字呢 我们从五个方面去给大家去做讲解 第一什么是黄金十字 怎么去区分强与弱 左右支撑 那么第二呢 是如何寻找黄金十字 第三如何应用黄金十字 第四如何修正黄金十字 第五如何确认黄金十字 好吧 我们从五个方面去展开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是黄金十字 想要弄懂黄金十字呢 我们先要理解一个叫自然的十字 那么黄金柱画一条什么呢 竖线作为标识 比如说这里有个黄金柱 我从它下面画一条竖线 标记一下它 就这个 然后呢 黄金柱的右侧的最低点 画一条水平的这个线 比如说它这个是上涨的 上涨的 然后呢 开始洋洋因走弱 那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最低点 我们再画一条线 然后呢 把这条线的无限的向左去延伸 画一条水平线 那么如果刚好在这个左侧 与某一个要点重合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这个要点指的是什么东西 具体一点 要具体一点 这个要点指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要点 是吧 要点呢 它就是重要的点位 或者是穴位 那么这个点位 又怎么去理解它 对吧 这个点位又怎么去 这个点位可以是一个 可以是可以是一个什么呢 可以是一个 精准线 对吧 这个重要的点位可以是一条精准线 那么 重要的穴位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可以是左锋 它可以是阴石顶 那么 这个穴位 我们就要回想一下量线的几个元素 叫做真假高大王被封 这七个东西都可以作为穴位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点的含义 那如果把这个要点的含义搞清楚 那有的位置它左侧对应了某个位置 但是呢 有的有的同学呢 就认为这个位置是有用的 有的同学呢 它就认为这个位置是没有用或者作用不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所谓的要点 就是某一个重要的点位 或者说是 价位 应该是叫做价位啊 书面上讲的 但是呢 理解为穴位也没关系 那么这边呢 就真假高大王被封 那么点位呢 就是一条多点重合的精准线 或者平衡线 好吧 如果刚好与其左侧的某个要点重合 就与先前画的什么的竖线形成了一个十字架 这个呢 就叫自然的十字架 所以 按照这个定义 那么对于左侧的这个点位 哦 那就多了去了 什么点位其实都可以 因为本质上你什么点位 它都会符合穴位 真假高大王被封 或者是什么呢 一条精准线 那如果有一个点位 它既不是精准线 它也不是重要的穴位 对吧 那么就说明这个呢 质量就比较差了 重合的越多 质量越高 那么现在呢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十字架 只要它的右侧 与左侧的某一个要点 重合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十字架 那么什么是黄金十字架呢 对吧 我们再看 它一共有三种十字架 第一种叫做自然的十字架 也称之为普通十字架 就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吧 那么十字架形成了 左支右称的格局 并且呢 左右支撑相当的精准 这就是精准十字架 诶 那就来了 这是第二种十字架 第一种十字架呢 简单直白点讲 第一种十字架就是 只要它有这个格局就可以 右边的底和左边的重要点位 重合就可以 但是呢 它并不一定是精准重合 可能是高一点点 这边高了一丢丢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精准 但这边高一丢丢 也可以是这边是精准 这边矮一丢丢 都可以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状态 它就是属于什么呢 自然的十字架 或者叫做普通十字架 那么如果说它回踩的位置 非常精准重合 那它就是第二种十字架 叫做精准十字架 好吧 关于这个定义 两种十字架的定义 清楚一点 清单一 有精准的就叫做精准十字架 没有的就是普通的十字架 那么第三种 如果说普通十字架 它的水平线 与什么呢 与黄金柱的工房线重合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黄金十字架了 那么翻译一下来讲 也就是说这条线 这条A线 它刚好是A柱的什么呢 黄金线所在的位置 对吧 它有个身份 它刚好是这个基柱 比如说这里有个基柱 这里有个基柱 这个基柱的后三天 全部都站在这 或者说它这样 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条什么 黄金线 那么这个黄金线和后面回踩的点 重合 重合 然后又于左侧的 比如说左锋 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位置重合 那么这个加持下 它就是什么呢 黄金十字架 如果中间这里 这个十字架的线 如果没有和黄金线重合 和黄金线的工房 和黄金柱的工房线重合 那它就是只能是精准十字架 如果这条线和黄金柱的黄金线 又重合了 那就是黄金十字架 好吧 所以这就有三种十字架了 第一种呢 就最普通的 左边呢 可能差那么一丢丢 右边呢 刚好持平 要么右边是齐的 左边差一丢丢 这种就是普通的十字架 自然的 精准的呢 指的是这两个点位 精准重合 它和它精准重合 那么黄金十字架呢 就是在这个精准十字架的基础上 多了一个黄金柱 它的黄金线与之完全重合 那这就是黄金十字架 好吧 一共有三种 那么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要的黄金十字架 那么凡是用黄金十字架起步 形成连续三个黄金十字架的 这个案例 它中间呢 可以加一个普通的十字架 对吧 就简单来说 你要有三个黄金十字架 逐级抬高 那这不就是有三个阶梯吗 就是刹车 换挡 加油 然后呢 刹车换挡加油 各自全部是形成十字架 全部形成十字架 再上啊 全部形成十字架 对吧 那么这三个十字架里面呢 可以有一个是普通的十字架 但是其中两个啊 是黄金的 那么但凡是有这种票 其后是呢 一般涨幅能达到30%左右 那么现在就问 请问 能够符合这种走势的票 一般是什么票 能够符合这个走势的票 一般是什么票 一般是一个很牛的票 那么一旦它要是第一个十字架 第二个十字架 第三个十字架 这不就是三级阶梯吗 对吧 这不就是三级阶梯吗 中间这个地方不就是三个黄金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过顶黄金柱吗 那么如果它能够实现三个十字架 则意味着这个票有没有去打结 它有没有打结 对吧 如果它想实现第三个十字架 它肯定就没去打结 那没去打结 一过顶那不飙 谁飙 对吧 那它不涨谁涨 所以这个30%是从哪来的 理解了没有 它并不是说这个战法 它就能给你带来30% 而是整体的一个走势 它只要符合三个十字架 多半都能走出这种走势来 就三级阶梯不打结 三个顶体互换 那一过顶呢 涨30%呢 跟玩一样 好吧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一定是要融会贯通的去理解 不是说某一个单单的战法 它就能给你带来多少多少利润的 都是融会贯通的使用的 好吧 这就是为了我们操作提供了什么呢 你看战略性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一开始去强调这个十字架的战法 它是个战略性的 而不是战术性的 它不涉及到一个真正的买点 但是呢 它是研判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它的基础 它的底层逻辑 其实就是底底抬高 逐己走高 否则你这股票不会涨了 对吧 只是说它用的形式和它的形态 就要比普通的真底抬高的黄金梯 要好上 好的好多 它也要比什么呢 用过顶黄金柱去形成的黄金阶梯 也要好 因为它在过顶黄金柱的 形成的黄金阶梯上面 再形成了顶底互换 三次 什么票形成三次顶底互换 不走牛的 肯定都走牛 好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黄金十字架 那么 说穿了 你看十字架 那就是顶底互换 那么这里要求三个十字架 那不就是三次顶底互换吗 对吧 那么这里的顶底互换呢 是借助了黄金柱的支撑 逐己抬高 对吧 逐己抬高 所以 十字架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呢 十字架是无形的 需要我们去发现它精准有序的 标示它 你看不着它的 如果真的是走出那种封顶和谷底互换的那种票 那肯定牛 但是呢 更多的票 它并不是这样非常明显的 它是比较隐蔽的 那么隐蔽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找它 把它找出来 画出来 第二呢 十字架是对称的 左右 左之右称 是其形态 顶底互换 是其本质 所以 我们去看十字架 它成为一个十字架 并不一定认为 并不一定代表它有用 因为左之右称 只是它的基本形态 真正的形态 是顶 真正其本质 是顶底互换的才厉害 比如说今天我们收听里面 我们不是就讲了一个 有这个十字架的案例吗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它 它符合的是哪一种十字架 是吧 那么第三 十字架是平衡的 黄金柱呢 就是它的身躯 精准线呢 就是它的什么呢 臂板 那么这不正正说 正好说明了 黄金十字架 与自然普通十字架 和精准十字架 它的区别吗 普通十字架 没有精准线 精准十字架 有要求 有精准点位 黄金十字架呢 在精准十字架的基础上 又多了一条黄金线 或者黄金柱的工坊 和这条什么呢 精准线又重合 它就又升级了一个档次 那这个就是黄金十字 也就是说 同时具备 以上三个特点的十字架 才是我们需要的十字架 否则 再好的十字架 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同时具备 以上三个特点的十字架呢 其核心是黄金柱 其质量呢 是精准线 其科学的名称 应该称为 黄金精准十字架 为了方便 什么呢 描述 简称为黄金十字架 这个就是十字架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要点呢 主要是理解这三句话 因为 要满足以上三个特点的十字架呢 才是我们实际需要的 如果它不满足的话 那它的质量就 什么呢 就差一些了 而且还有一个呢 是连续形成三个十字架的票呢 才具备更高的价格 好吧 这个是第一 什么是十字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何寻找十字架 那么根据以上三个特点 想要找十字架 先得找到黄金柱 先得找到那个柱子 找到柱子之后呢 在柱子右侧的低点 去画一条水平的线 通过这条线 把它延伸到左侧 看看它左侧 有没有重合到什么东西 好吧 那么看 第一步 先要从走势当中将 把这个江金柱或者黄金柱 用竖线标注出来 那么就是这条竖线 找到柱子 第二步呢 以这个基柱 它右侧最低点 最低点 像左侧呢 画水平的 一条线 只要左侧呢 有什么封顶 或者石顶 切合该线 形成了左侧 右侧 就是普通十字架 对吧 就是普通十字架 如果普通十字架的水平线 刚好与 什么呢 与基柱的攻防线 或者黄金线重合 它就是黄金十字架 所以呢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章节 如何寻找十字架 我们又讲完了 那么教材上面呢 它是用了比较大的篇幅 去去描述的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其中的核心内容 拿出来 那么很很简单 很明了 就直接就讲完了 对吧 第三 如何运用黄金十字架 首先我们对十字架的研判呢 一定要有提前量 就是要有预测 十字架上的K线组合 是以十字架为中心 是以十字架为中心 它的K线呢 不是杨盖音的走势 也就是说 他们是依托十字架 展开上弓的 那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这里右侧的低点 回踩肯定是音线嘛 那杨盖音形成上弓 它是踩着这条线 往上走的 往上走的 那么坐实也好 依托也好 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上弓行情 这就是 这就为我们什么的提前预测后市 提供了依据 根据黄金十字架的这种特性 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布局 即在黄金十字架右侧 等候时机 注意关键字时机 这个时机是什么 买入时机 那么什么时候买呢 一旦发现坐实十字架的时候 就可以大胆介入 那么现在又问了 坐实十字架的时候 请问这个坐实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你如何确认它坐实了 也就是我们画的这个图 如何确认这个音线是坐在这坐实了 完了 它要什么呢 你看 继续 黄金十字架是起跳板 一旦发现主力踩出起跳板 只要给它一条 你就可以大胆更定 那么 他坐实了这个 这整个一段文字里面 就没有去阐述买点的问题 只说了 在黄金线右侧等候时机 一旦发现坐实十字架的时候 就可以大胆介入 那么请问 这个时机和这个坐实是啥意思 时机是一个信号 坐实是一种确认 那么这个坐实代表的是什么 对嘛 这个坐实不就是次阳吗 不就是阳盖音买入吗 对吧 不就是这个阳盖音买入吗 它可以是黄金线上阳盖音 它也可以是这条顶底线上的阳盖音 所以黄金十字架的运用 我们开篇就给大家讲了 它不是一个战法 它不是一个涉及到具体在哪条线买入 就好像刚才 这个上一讲当中 我们讲的这个黄金双线战法 黄金双线战法 它就非常明确 你的买点就是在上线战上去的时候 你的买点就是在 长腿踩线不破以后 出现了阶段的低量 或者是出现了小背阳的柱子 或者是出现小背阳的阳线 那么后面呢 跟着突破上线的时候 就是你的买入点 这种叫战法 叫战术 这是黄金双线 但是呢 黄金十字架 它是战略的战法 它是用来研判的 它是用来研判的 它不是用来买入的 真正的买入就是一个次阳盖音买入 就是一个次阳买入 这个就是黄金十字线的 黄金十字的运用 清楚理解秦大一 这个十字架是用来研判的 它的研判主要是引底互换 看看经不经准等等 真正的买点的是这里的阳盖音 真正买点是这里的阳盖音 好吧 这个是第三部分 那么怎么去修正这个十字架呢 修正十字架呢 主要是在于 V条 这样吧 我们直接用案例 我们先把这个理论讲完 然后再去用案例去结合实践讲 黄金十字架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辩证实施灵活修正 你教材里面的字呢 我就不去这个重新去阐述了 大家可以去拿书去看 我直接讲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如何修正黄金十字 还有下一张 下一张叫做这个 实战确认黄金十字 其实它的内容是有点重合 有点 其实它表述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 我们一开篇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任何的股票 它只有两个买点 一个呢 是过顶的买点 一个呢 是触底后的杨盖音 没有第三个 所以呢 黄金十字也是一个道理 它的第一买点 就是坐在线上 一旦确认之后的杨盖音 这个刚才的那个上一页PPT 已经讲过了 这样 它的第二个买点 就是什么呢 要等待上一级平衡线的确认 那么它的上一级平衡线在哪里 就在顶 这是底 底的上一级平衡线不就是顶吗 中间是没有上一级平衡线的 所以简单来讲 修正黄金十字也罢 然后呢 实战确认黄金十字也罢 它涉及到的就是最后一个纠错的买点 那么当有的十字架 比如说它的这条 这个这条线啊 比如说这条线 这十字架 那么十字架呢 它这就有个这个 假设我们叫A线啊 比如说它这个A线 它这里的精准 或者说这边的精准 不是特别完美理想的情况下 或者说它是个普通十字 或者说它有多重的情况 或者它 它这个点位不重要 或者它回踩不精准 不是黄金十字 只是普通十字的时候 那么都要等待 上级平衡线的确认方可介入 这里的上级平衡线 也就是过顶才能介入 好吧 所以简单来讲 但凡有回踩不精准的 有瑕疵的 有任何问题的十字架 它的买点 清一色的 是按照左侧的高亮顶买入的 清楚理解打个一 但凡遇到回踩精准的 什么都漂亮的 符合的 它的买点就是在坐实 十字架以后的杨盖英去介入 坐实的 标准的 那就是杨盖英买 但凡有回踩不好的 什么都不确 就是不太确定的 等过顶 等过顶 过顶这里会有个高亮 那么就按照高亮去买就完了 至于中间的部分参不参与 请问 中间参不参与 中间不参与 中间要回避 否则就颠簸死了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中间 所以 处底测压 过顶 确认 这个就是如何修正黄金十字 和如何什么呢 实战确认黄金十字的 主要的内容 好吧 那么我们去看案例 现在从第一个来 什么是黄金十字 这个教材上面用的案例呢 教材上用的案例呢 它时间是比较早了 所以呢 我们就用当下的这个案例 去给大家去 去讲解吧 好吧 我们用当下的案例去讲解 比如说随便找 随便找 那么请问 这个案例它有没有十字架 我们不用去猜 好吧 我们不用去猜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十字架 它有的十字架 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就是有顶底互换的 你比如说 我们去找一个 你看像这里 这里就是一眼 你就能看出来 它是有十字架的 就这个顶 不是这 好 就这 比如说这个是顶 这个是底 那么它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十字架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它有的票呢 你看不见 它是比较隐蔽的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个案例 我们就从头开始来画 那么按照什么 按照画线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去画它 第一步 先找到肚子 那么你想要十字架呢 你得是有柱子 比如说它 那现在问 这个柱子有没有十字架 对吧 以它 教材上面怎么讲的 以它右侧后三天最低价 画出一条水平线 把这条线呢 向左去延伸 把这条线向左去延伸 看看它左边有没有东西 那么这个案例 我们一看 这根柱子啥都没有 所以它没有十字架 那OK 下一根柱子 那比如说找到它 黄金柱 那么就把它 放到它后三天的最低价 现在问 这个柱子有没有十字架 这刚才第一个 第一个没有 现在这个有吗 对 这个就有十字架了 你看 有同学说没有 你把这里画一条线 你把这里画一条线 然后把这里擦掉一下 这不就是个十字架吗 那我们看 它右侧的点位在哪里 这里 它左侧的点位在哪里 这里 这不十字架吗 那么刚才描述里面又讲了 请问这个十字架 它是一个什么十字架 你看 有同学说普通 有同学说精准 这个柱子是黄金柱还是将军柱 它是一个黄金柱 对吧 它右侧的最低 这个是不是它的黄金线 就画在这里 它的黄金线也在这 AE 那它左侧 这个是不是一个要点 这是不是一个要点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 所以这个十字架 是一个啥十字架呢 这是一个黄金精准十字架 对吧 你不能因为它踩的位置不好 比如说踩到这 或者说你认为这条线 它不是封顶线 有很多同学认为就是 必须得踩到封顶上面 它才是漂亮的十字架 我们刚才都讲了 这种就叫一眼都能看出来的十字架 就是左之右称 顶底互换的 那么像这种的 它就是比较隐蔽的十字架 但是它的性质 依然是什么呢 是一个黄金十字架 这个是不是黄金柱 它是黄金柱 这是不是低点 是往左侧延伸 有没有要点重合 有 精不精准 精准 那它不 你根据定计 那它不就是黄金十字架吗 它还是个架长量缩的黄金十字架 对吧 所以这里有一组十字架 那么再往后 你再找到一个黄金柱 那现在同理 这是基柱 找到它后三天的什么 最低架 画像线 现在这个柱子是不是十字架 请问 这个柱子有没有十字架 有吗 对吧 这很明显 它有 那低点 低点 低点 全部都有 然后左侧呢 封底 它是什么柱 它是黄金柱 那这不就是黄金线吗 那现在这个不也是黄金十字架 那好 现在就有一个 俩 现在有两个十字架了 那么再继续往后看 再找 那这个是不是黄金柱 它不是 这个是不是 它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个它是了 那么现在 它后三天最低架画一条线 那现在做图看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个十字架 这是不是个十字架 对吧 是吗 这 这 顶底互换 所以啊 这个票呢 它就是一个 有三个十字架的案例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十字架 它是不是三级阶梯 是 是 它打结枚 没有 因为高粱没破 它过顶没 过了 所以给了个掌停 清处理解 打个一 这就是三个 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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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高 那不是三个阶梯吗 对吧 然后三阶梯 打没打结 没打 没打那起 过顶 过顶就掌停 所以 有的十字架 它是比较隐蔽的 有的呢 它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那么这种十字架 它好不好呢 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一般 只能说一般 对吧 那么当时 我们刚才讲了 可以微调 这个十字架 它是可以微调的 你比如说 刚才在这个位置 我们画的是 它的三后三天的 最低架 那么像这条线 它其实就可以调整 它可以调整 对吧 那我调到这 它也是十字架呀 你看 第一 我是用什么呢 用蓝线代表一个十字架 第二个呢 用红线代表 另外一个十字架 都一样的嘛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种微调 那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十字 两个十字 三个十字 三个十字之后呢 就往上走了 那本质上的这个案例呢 只能说普通 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 你看这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 它的这个阶梯啊 它并不是我们要求的 那种阶梯啊 所以它这里 你看这第一个柱子 是第二个柱子 对吧 这都第三个柱子了 然后呢 这都这都再往上去走了 这都已经再往上去走了 很多现在画阶梯 在特训班讲的是 只要有一个真底 后面出现什么呢 出现阳干阴 这就是一个阶梯 再有一个底 再出现这二个阶梯 再有个底 出现这三个阶梯 再有个底 出现这四个阶梯 那按照这票来讲 这都五个阶梯了 对吧 但是我们要求同学的 是按照过顶黄金柱去画 不代表就 没有过顶的 它又不是黄金阶梯 没有讲过这个 好吧 只是说标准不一样 我们给大家讲的标准是 教材上面最原始的标准 也是质量最高的标准 现在所谓的这个 只要真底抬高的这种 这是简化过的标准 那么想一想嘛 是有过顶黄金柱的好 还是这种底抬高的就可以 那肯定是有过顶黄金柱的 要好呀 这种只是简化的 简化的 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讲了 简化的阶梯 它本质的行为就是 就是这个股票在走高嘛 对吧 所以它只要求你真底抬高 它就是有阶梯啊 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有过顶黄金柱 还有顶底互换的 那是最好的 好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十字架 那么你再往后翻 十字架非常的多 刚才那个案例的十字架呢 非常的普通 非常普通 好 比如说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还不是有十字架 但是你这么放眼一去看 你能看出来它有十字架 没有 因为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 十字架都要求顶底互换 及时不然 只是说有顶底互换的 那就更牛一些 那比如说这个案例 这是不是个黄金柱 不是 这不是后三天 没有高于它的顶 那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个黄金柱 它是了 那我们就按照标准来 后三天最低价划条线 请问它有没有十字架 有 这不有吗 跌 跌 顶顶顶 这还是个 金转黄金十字架 对吧 那你再往后看 你再找到第二个 比如说它 它是不是黄金柱 它是 那么它的后三天最低价划出来 往左去延伸延伸 那现在这个是 有没有十字架 一样的有吗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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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啥柱 它不是黄金柱 它好像是个将军柱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十字架 因为它的基柱不是黄金柱 它只是一个将军柱 那你在往上 它有没有十字架呢 依然是有 你比如说 这个柱子 它是黄金柱嘛 它后三天最低价 比如说你这个可以微调 比如说从这 那你往左去延 那这不也有吗 踩着它的顶 踩着这 踩着这 这是底 这都有 这还不是三个十字架 所以同学对于十字架的理解 有没有理解 其实十字架 它有很隐蔽的 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这个票在走上升的趋势 它依托十字架在逐级的抬高 逐级的抬高 但是这个票里面的十字架 它的作用真的好吗 其实不好 为什么 你这个柱子还可以 就这个还可以 这边的呢 这边的也还行 也还行 但是第三个呢 就很 很尴尬 第三个就相对就尴尬一些 这条线的还不对 只能用它最低价来画 只能用这来画 对吧 用这来画 那么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情况呢 你看这右侧的底 踩着前面二级阶梯的顶 二级阶梯基柱的顶 但是试问中间都跌破了 跌破了 搞来搞去 搞了多少次了 那这个 请问这第三条线的 对上它好还是不好 第三条线的这是好不好 它这个线不好 但是在教材里面的定义 这条线就叫做平衡线 对吧 就叫平衡线 这条线就叫做精准线 抱歉 这条线叫精准线 但实际上这个精准线 它作用已经不大了 因为这里频繁的 涨跌涨跌涨跌 那这个也是完成三级 这个三个十字架的案例 那也是看档的 那这种就是 普通的案例 我们都讲完了 讲了两个了 已经足够了 再听下去了 同学就觉得这个十字架 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 以及刚才的那个案例 它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是不是要比刚才 那个好看的多 能不能理解 这个是不是就比刚才 那个看着要好很多 那么我们再去看 我们看一看这个 牛股的十字架 是什么样的 好吧 好 我们讲一下这个派瑞股份 这个派瑞股份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 那么 这个案例 首先这个案例 有没有十字架 如果我们按照标准去 好吧 第一 先找到一个黄金柱 它是不是黄金柱 它是 那么这个黄金柱 后三天的底 就在这 然后往左去沿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十字架 我用这个线吧 然后呢 我再用这个线 比如说这两条线 对吧 那么你取哪条线呢 实际上呢 通过微条 通过微条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这条线要更好一点 但是的话呢 它后三天的底又在这 所以不管取哪一条线 这个柱子都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十字架 特别普通十字架 也不能叫做普通 这是一个黄金十字架 但是呢 它不是黄金精准十字架 它为什么是黄金十字架 因为它是黄金柱 并且这里是它的黄金线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黄金十字 但是呢 它不能称之为精准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你看这边呢 这边反正也是层次不起 这边呢还高一丢丢 那么这个不就是很普通的黄金柱吗 这个这个黄金十字吗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黄金十字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如果是我 我会做一个微条 我把它调到这儿 但是调到这儿以后 它依然是一个普通的柱子吗 有没有问题 也不能 你看 这里有些人 也不能叫普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勉强 勉强 勉强的一个黄金十字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黄金十字 它的买点在哪里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黄金十字的关键是在右侧要坐实 右侧要坐实 这里出现了连续四天的回踩 并且配合一个真底不破 也叫真底战法 但是书上呢 就其实没有这个真底战法 这说 好吧 这种就是平底不破 所以多 其实一个底 一个点位啊 它经过多次的回踩 确认不破 说明这个点位的支撑力很强 那么同理如果是一个封顶 它多次的什么呢 单枪不过 说明那个地方压力比较大 那就要回落 那就要回落 那么底呢 多次回踩不破 那就要看档吧 就是个道理 所以呢 这里算不算坐实 其实不算 谁算坐实 杨盖英才算坐实嘛 对吧 所以呢 是昨天出了这个小 小费杨的杨盖英 才确认了这个十字架的成立 才算坐实 那么问题又来了 对于这样的十字架 错过了第一个买点 它第二个买点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触底杨盖英 第二个买点呢 就是上一级的平衡线 什么呢 突破上一级的平衡线 过顶 那么问题来了 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案例 是阴线战法 并且是在这个阴石里 划线了呢 有没有毛病 首先 这个介入有没有问题 对吧 注意文字啊 同学 我们讲的是 一旦错过了杨盖英之后 你就要在什么呢 上一级平衡线突破的地方 等待确认 那么从当前的位置去讲 从今天早上的位置讲 距离它最近的是谁 就是这条英石顶的这个穴位 就是这 这就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上一级平衡线 下一级的话呢 就在它顶上了 那么这不是又和刚才的 这个教材上的这个 或者说和这个刚才讲师讲的 这个触底杨盖英错过之后 就要等过顶买入中间不做 和这个东西违背了吗 那么为什么这个案例又可以做呢 理由 刚才我们说过 触底杨盖英是买点 下一个买点就是过顶 对吧 就这两个 那为什么这个又在中间做了 刚才不让做 现在又做了 对嘛 这个空间有几十个点呀 同学 对不对 你看 这个一格是十个点啊 注意这种一格虚线是十个点 那么这有几格呢 随便看一下 十个点 二十个点 这个地方有二十个点的空间 那难道我 我我我设置这个 究竟 是吧 我究竟选择上一级的平衡线 选A点没有问题吗 因为如果我不选它 我下一个平衡线 距离现在有二十个点 那不开玩笑吗 是吧 因为这个案例空间够大 所以呢 你可以去就近它 但是如果是某些案例 它的空间是很小的 比如说十个点以内 甚至小于十个点 那做都不要做 就直接都等顶了 小于十个点的 你中间进去都是折腾 大于十个点 考虑呢 在中间去找机会 那比如说有的票 有二三十个点 那中间肯定要做呀 你不能老等着那个顶 所以呢 动态一点 一切都是动态的研判 能不能理解 清楚力加大个E 对吧 空间够大 那肯定可以啊 好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杆里啊 这杆里其实还有十字架 它还有十字架 这就是十字架 这个也是个十字架嘛 对不对 我们把它拉大一点啊 你看 把这条线删掉 把这条线删掉 这不也是十字架吗 这个是个黄金柱不是 是 后三天最低架 点点 左侧封顶点点 中间画个顶十字架 左之右撑啊 然后呢 这里背量过顶 跨起来 那么再往 它前面还有没有十字架呢 所以一个十字架 两十字架 那前面还有吗 有没有 还有 前面还有 那注意 他黄金柱 后三天 在他后三天的最低架 拉一条线 那这不又出十字架了吗 第一 顶 黄金柱 十字架 所以这个案例 它也是三个十字架呀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都是三个 那么就是这样的案例 所以包括这也有 这这也有 这也都有 那么好了 时间问题 我们去看一看 普通的十字架 和一般案例的十字架 我们都看过了 然后呢 用法呢 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好吧 用法讲得非常清楚了 比如说这里 那么 同学要注意 十字架 刚才讲过了 十字架不是用来给你买入的 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 再重复一遍 十字架的目的 十字架的目的是战略 是研判的属性 要高于 研究的属性 要高于买点的属性 那么 我们的关键呢 是在于导道具备 三个黄金十字架的案例 三个黄金十字 那么因为呢 具备三个黄金十字的案例呢 它往后 通常有30%的涨幅 这才是它的关键啊 这才是我们要去研究 黄金十字的关键 那么想要实现 这30的涨幅 刚才开篇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它需要满足一个 什么情况 才有这30个涨幅 你得有阶梯吧 你得该打结不打结吧 你才能形成三个阶梯啊 那一过点 上一级平衡线 这个 那杨盖音介入 或者上一级什么呢 平衡线去介入 买点更为确认 那 是不是就实现30%了 能不能够理解 理解请打66 对吧 我们学习黄金十字 不是为了去买个杨盖音 我们是要找到 有三个黄金十字的票 后面看他做30%的涨幅 最好呢 是叠加有三级阶梯的 每一级阶梯都是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并且没有打结 然后一过顶 那不是上级平衡线 那后面标30%呢 不是轻松加愉快 这才是我们学习 十字战法的目的所在 而不是为了出现一个十字架 我做个过峰保顶 或者顶底互换 我到这去买个杨盖音 去搏一点小空间 这种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要追求更极致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找些牛骨 像小汤骨粪 那么这种呢 就比较猛了 那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 像这样的呢 就全部几乎啊 全部都是十字架上去的 全部 一直就是脚踩着头 脚踩着头脚踩着头上去的 那同学呢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所有的牛骨 你去画一画 对吧 比如说找到黄金柱 你把这里画出来 你会发现 这是支撑支撑支撑 我把它缩小一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画黄金线 这个你看 这个是个黄金柱 这里有条黄金线 那这就是十字架 然后这个是不是黄金柱呢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对吧 这个也是黄金柱 后三天 那它最低价画一条 又是十字架 一个 两个 那么这里有没有十字架呢 这个是不是黄金柱 这个好像没救 这个没有 那你再从这开始 再从这开始 比如说从这 全是十字架 一个 好吧 这是第二组 第二组 两个 并且没有击穿 这是第三组 三个 打没打结 没打结 然后就一直往上走了 有没有30% 清楚理解 请打一 看明白没有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十字架的用处 十字架的价值在于 你得先有三个 你得有三个以后 这个票还继续过顶 往上涨 这就是机会的 这就是机会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再看 其他单例 像那个 那你看 这个就 这个就 这种是最猛的了 好 这种的阶梯呢 就是 吓人的 这种是大级别的阶梯 看到没有 一个顶底互换的 两个顶底互换的 包括到这 三个顶底互换的 刚才我们那个案例是什么 就一共就几天 这个它是每一个波段都是什么呢 顶底互换的 包括到这里还是顶底互换的 那么请问这样的案例 它牛不牛 每一个波段都是呈现顶底互换的 十字架 真一般的牛骨 它都具备这样的潜质 如果同学你发现一个案例 它走出了波段的顶底互换 那不得了 你看啊 首先这个是一个顶 你从这连线过来 这刚好是个顶 这就是一组十字架 这第二个顶 你往这连过来 我们这个须顶 你用真顶 你往这连过来 这第二个十字架 这波段的 第三个十字架在哪 你连须顶 你连过来 这第三个十字架 三个十字架打没打结 这里 没打 没打以后呢 这是真顶 你拉过去 或者说 这个有点不太标准 我们就用这吧 我们用这 你看这过来 这又是十字架 四个 那么再到后面呢 再到后面 第五个 这个票走了五个十字架 那不开玩笑吗 对吧 那后面就打上去 所以呢 它有短期的 它有波段的 那么就要注意 比如像这个案例 它也是 一路都是十字架上去的 大家可以去画 都有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那这个有没有十字架呢 这个好像是没有 就好像没有 那么有没有 不是我说的算 同学呢 自己去画一画 按照标准去找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这个 黄金十字战法 它的研判意义 大于它买入的意义 那么整节课的核心 是在于 我们要找到优质的 精准的 黄金十字架 乘以三 它后面 能够带给我们 这个数 对吧 大概 那么如果单一的人 单一的柱子 要去买 那就是 等坐实以后 出现扬盖音 就可以买入 错过的 就要等下一级平纯线 突破的时候 给予买入 那就是过顶的买点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 黄金十字战法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